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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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的星期 用了中國五行金木水火土來標記 不過次序就有些不同 首先日文講星期 我們叫做曜日 曜日 曜日 我們由星期日一記起會容易些 因為曜日 都是用曜日的 日曜日 我們將星期日拉過去 日曜日 然後一 就是用月的 月曜日 月曜日 就是星期一 日一就是日月 然後我們由星期五數起 五四三二 順序就是金木水火 看看吧 星期五 用金的 金曜日 金曜日 然後星期四 是木 所以 木曜日 木曜日 星期三 用水 水曜日 水曜日 星期二 就是用火 火 最後的星期六 就是 土曜日 說多次 星期日一 就是日月 然後由星期五 寄起 金木水火 剩下星期六 就是土 大家想記得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玩多次這個遊戲 各位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皆さん また一緒に日本語を練習しましょうね